2024-25赛季欧冠联赛新格式简报 欧冠联赛在2024-25赛季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赛球队增加至36支,从之前的32支扩增 新增4个名额分别来自德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联赛 二原有的小组赛阶段被新的联赛阶段取代 36支球队将被分在同一个积分榜上,每支球队将与8支不同的对手进行主客场对决 三联赛阶段结束后,积分榜前8名球队将直接晋级16强淘汰赛 积分榜9-24名的球队将进行附加赛,以决定最后8个16强名额 积分榜最后12名球队将被淘汰出局 四复加赛采用双回合淘汰制,9-16名的种子队将与17-24名的非种子队进行对抗 五淘汰赛阶段保持原有的双回合淘汰制,直至决赛 六,本赛季欧冠联赛决赛将于2025年5月31日在拜仁慕尼黑的阿尔卡兹球场举行 总的来说,欧足联希望通过这种新的联赛阶段格式,使得顶级球队之间能够更频繁的交锋 从而提高整体竞争力和观赏性 但这种改革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如赛成过于密集,小球队遭遇重大失利等问题 未来赛事的发展走向仍需进一步观察 简报 2024年10月28日,英超联赛焦点赛事,阿森纳VS利物浦 文章概要 一,阿森纳主场迎战领头羊利物浦 这场比赛将对英超冠军争夺产生重大影响 二,阿森纳上轮联赛不敌伯恩茅斯,防守问题引发质疑 主力后卫萨利巴停赛,新元卡拉菲奥里也受伤,防线存隐忧 不过,球队核心萨卡有望复出 三,利物浦在新帅阿尔内斯洛特的带领下开局出色 11场不败,上轮险胜切尔西 球队进攻端的新元努涅斯也有进球表现 四,两队上赛季交锋,阿森纳曾3比1击败利物浦 球队需要再现那种气势 五,本场比赛关键在于,阿森纳能否修复防线漏洞 以及利物浦是否能继续保持出色状态 这将是一场精彩的英超顶级对决 2024年10月28日,Siri A简报 本周末,一甲两大豪门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将在圣西罗球场上演得比之战 两队仅差一分,都希望能够追赶上一甲积分榜前列的领头羊 国际米兰近期状态出色,在欧冠赛场上取得两连胜,主场已有19场不败 而尤文图斯则在欧冠中遭遇了一场令人失望的失利 不过,都灵球队本赛季联赛中保持不败,排名第三,距离领头羊仅差三分 双方阵容方面,国米将赢回多名主力,但依然有几名球员因伤缺阵 尤文图斯则有心伤病困扰,但也有一些心缘有望亮相 综合来看,这场得比之战势必精彩分成 国际米兰凭借主场优势和近期出色表现或有优势 但尤文图斯的强大实力也不容忽视 预计这场比赛将已停局收场 此外,本轮易甲还有纳布勒斯主场迎战莱切 亚特兰大主场对阵维罗纳等精彩对决 易甲联赛争夺白热化,值得期待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西甲焦点战报,巴塞罗纳4比0大胜皇家马德里 2024年10月28日 本周末,西甲迎来了一场焦点大战 巴塞罗纳客场4比0大胜皇家马德里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 这场比赛可谓是巴塞近期表现的一个缩影 在德国教练弗里克的带领下 巴塞罗纳开局强劲 在联赛和欧冠赛场均有出色表现 而相比之下 黄马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首先,莱万多夫斯基在下半场连入两球 为巴塞罗纳确立了领先优势 随后,17岁新星亚马尔创造历史 成为西甲德比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球员 最后,拉斐尔也攻入一球 为巴塞罗纳锦上添花 这场比赛的结果 无疑会对本赛季的西甲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巴塞罗纳目前以6分优势 领跑积分榜 而黄马则陷入了低迷 总的来说 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巴塞罗纳的实力和斗志 也给黄马敲响了警钟 接下来的联赛 双方势必会展开更激烈的争夺 2024年10月28日简报 黄马球队遭遇种族歧视事件 关键信息点 1.在周六的国家德比比赛中 巴塞罗纳球员Lama Imal 在庆祝进球时遭到黄马球迷的种族歧视辱骂 2.西甲联盟 黄马俱乐部和西班牙政府均强烈谴责了这一事件 并承诺将采取措施惩治肇事者 3.黄马表示 已经启动调查 将定位和识别出这些可耻的辱骂者 并采取适当的纪律和司法措施 4.西甲联盟表示 将正式举报这种不可容忍的种族主义行为 并重申致力于消除体育场内外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 和仇恨行为 5.西班牙政府表示 负责打击体育领域暴力 种族主义等犯罪的委员会将于周一开会分析此事 6.这一事件发生在巴塞罗那4比0大圣黄马的背景下 使得巴萨在积分榜上领先黄马6分 总结 这次种族歧视事件引发了西甲联盟 黄马俱乐部和西班牙政府的强烈谴责 各方军承诺将采取严厉措施 惩治肇事者 维护体育赛场的公平正义 这一事件也突出了西甲在打击种族主义方面的决心和努力 2024年10月28日简报 曼城球星罗德里备受关注 有望获得2024年金球奖 主要内容 1.罗德里 曼城中场核心 被认为是2024年金球奖的热门候选人 他出色的球技 包括出色的球档 视野和组织能力 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 帮助球队取得了多项冠军 2.罗德里的职业 职业生涯始于雷竞技清训 后加盟马德里竞技和维拉利尔 2019年加盟曼城后迅速成长为世界顶级中场球员 他还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出战欧洲杯和世界杯等重要赛事 3.值得一提的是 罗德里在2023年欧冠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 帮助曼城夺得冠军 这无意为他赢得金球奖提供了有力支撑 4.此外 据报道 曼联新冬架正在实施一系列节省开支的措施 包括要求曼城提供私人飞机接送两名曼联小将参加金球奖颁奖典礼 但遭到拒绝 这反映了曼联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困难 总的来说 1. Inter Milan主教练因球队措施多次得分良机而感到沮丧 他认为球队本可以打进7-8个进球 2.19岁的Juventus小将Tinan Yudis在下半场替补出场 先后进球两次 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展现了年轻球员的活力和决心 三双方都确证多名主力球员 但仍打出了精彩的进攻表现 展现了一甲联赛的竞争力 4.本场比赛证实了Inter Milan防守端的问题 而Juventus的年轻球员则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总的来说 这场Inter Milan与Juventus的4-4平局 是一场精彩分成的一甲经典大战 双方都有值得肯定的表现 也暴露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场比赛无疑是本赛季一甲联赛的一大亮点 很抱歉 提供的文章内容与AC Milan球队没有太多关联 无法写出一篇完整的简报 文章主要涉及了其他球队和运动赛事 如Dundee United Aberdeen 美国职业篮球 NBA NHL冰球联赛等 缺乏足够的AC Milan相关信息 不过 我可以根据文章中提到的一些 AC Milan相关信息 简单总结如下 依前荷兰球星 Yakstam在回顾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出色的队友时 提到了四名AC Milan球员 卡弗 内斯塔 马尔蒂尼和皮尔洛 他高度评价了这些球员的出色表现 阿尔美国前锋克里斯蒂安 普利西奇在欧冠比赛中直接从脚球得分 虽然他承认这是意外 但还是帮助AC Milan取得了3比1的胜利 结束了球队在欧冠赛场的胜利荒 总的来说 这些信息虽然有限 但也反映了AC Milan球队在近期的一些动态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AC Milan球队信息 我建议您查找更多专门的报道和分析 拜仁慕尼黑对简报 拜仁慕尼黑在周日的德甲联赛中 5比0大胜伯霍姆 这是他们在上周欧冠不敌巴塞罗那后的一次回归正常状态的胜利 关键信息点 伊慕西亚拉没开二度 并为哈里凯恩助攻进球 凯恩已在德甲联赛中打进9球 与法兰克福的马尔穆时并列射手榜首位 阿尔萨内和科曼也先后进球 帮助拜仁慕尼黑重新登上德甲积分榜榜首 三上赛季一场3比2负于伯霍姆的比赛 帮助慕尼黑失去了德甲冠军 但这次他们轻松取胜 四伯霍姆本赛季一直表现糟糕 已经5个月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取得胜利 上周还解雇了主教练 总的来说 这场胜利帮助拜仁慕尼黑重拾信心 重新登上德甲积分榜榜首 尽管伯霍姆状态不佳 但拜仁还是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切尔西对简报 一记录罚款创记录 切尔西在最近三场英超比赛中 每场都收到至少6张黄牌 创下了英超历史上的先例 这将导致切尔西被处以创纪录的罚款 总计高达15万英镑 二记律问题严重 切尔西球员的记律问题非常严重 已经累计收到36张黄牌 远远领先于其他球队 后卫福法纳和库库雷拉 分别领到6张和5张黄牌 是联盟内领到最多黄牌的球员 三表现起伏不定 尽管切尔西在进攻端表现出色 但防守纪律问题严重影响了球队的整体表现 马雷斯卡对此表示 他喜欢球队的战斗精神 但需要改善球员的纪律 四清训球员表现亮眼 15岁的英格兰小将拉巴基 在切尔西清训营中展露头角 被认为有望成为下一个媒系 他的出色表现给切尔西未来带来了希望 总的来说 切尔西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纪律问题 这不仅给球队带来了巨额罚款 也影响了球队的整体表现 不过 清训球员的出色表现给球队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切尔西需要尽快解决球员纪律问题 以确保球队能够在本赛季取得好成绩 简报 本次简报主要围绕本菲卡足球俱乐部展开 首先我们了解到本菲卡在欧冠联赛中遭遇了费耶诺德的挫败 最终以2比3的比分输掉了这场比赛 本菲卡的主帅布鲁诺拉热在9月重新回归球队后首次遭遇失利 其次我们了解到本菲卡在西甲联赛中也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 仅取得一胜的战绩目前排名第4位落后领头羊巴塞罗纳10分 这显示了本菲卡近期的整体表现并不理想 此外文章还提到了本菲卡的一名毕业生菲利普科埃略 他现在担任切尔西U21队的主教练 这位年轻的教练带来了来自本菲卡的丰富经验 或将成为切尔西清训体系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总的来说 本次简报聚焦于本菲卡近期在欧冠和联赛中的表现下滑 以及该俱乐部一名毕业生在切尔西清训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希望这些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那么根据提供的文章内容 我为您撰写了一份简报 纳布勒斯队2024-25赛季表现亮眼 文章概要 1.纳布勒斯队本赛季表现出色 目前领跑一甲联赛 在最近9场比赛中 他们仅有一场平局 其余8场全部获胜 防守表现尤为出色 6次保持清白 2.纳布勒斯在夏季转会市场上 引进了一些优质球员 如鲁卡库、内雷斯、迈克托米奈等 大大提升了球队的实力 新帅孔帝也为球队带来了新的战术理念 使球队焕发新的活力 3.纳布勒斯球员表现出色 如鲁卡库在进攻端的表现尤为出色 不仅有三球入仗 还有四次助攻 新元布昂尼奥罗在中后卫位置也表现出色 防守稳健 4.纳布勒斯在本轮主场迎战垫底的来窃队 凭借迈克托米奈的投球助攻 队长迪洛伦佐锁定胜局 帮助球队继续领跑联赛 5.纳布勒斯上周还为新赛季发布了全新的官方团队照 展现了球队与纳布勒斯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 总的来说 纳布勒斯本赛季表现出色 球队实力大幅提升 有望重夺一甲冠军宝座 2024年10月28日简报 多特蒙德队现状 概述 多特蒙德队经历了一个起起伏伏的赛季 上赛季 他们在得甲联赛中只排名第五 但在欧冠赛场上表现出色 最终杀入决赛 然而 这支球队正处于一个转型期 新任主帅萨欣的带领下 球队正在寻找新的方向 关键信息点 1.多特蒙德上赛季表现不佳 但在欧冠赛场上表现出色 最终杀入决赛 2.球队正处于转型期 俱乐部高层和主帅人士变动频繁 3.新任主帅萨欣是多特蒙德的内部人士 他试图带领球队重拾攻击性足球 但防守端问题仍未解决 4.球队在课场表现糟糕 主场也是有起伏 一直未能找到稳定的状态 5.多特蒙德正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希望能够重拾往日的荣耀 总结 多特蒙德队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新任主帅萨欣试图带领球队 重拾攻击性足球 但防守端问题仍未解决 球队整体状态起伏不定 俱乐部高层的频繁变动 也给球队带来了不确定性 多特蒙德正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希望能够重拾往日的荣耀 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2024年10月28日 Liverpool vs Arsenal比赛简报 本次比赛可圈可点的几个信息点如下 依Liverpool新任主帅Arn Slott的战术调整 相比往日的进取风格 Liverpool在上半场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打法 这给了Arsenal可乘之机 不过Slott在下半场做出了调整 让球队更积极进攻 最终也取得了平局的结果 二、Arsenal的防守表现 尽管阵容受伤并影响 但Arsenal的后防线依然表现出色 限制住了Liverpool的进攻 不过在关键时刻 他们还是失守 错失了取胜的机会 三、关键球员的表现 Liverpool的Alexander Arnold和Nunez 表现不太稳定 但最终还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帮助球队颁平比分 Arsenal的Saka则在首发出场后 立即打入一球 展现了出色的个人能力 四、双方在脚球和定位球方面的表现 Arsenal在进攻端 善于利用这些机会 但在防守时 却也被Liverpool利用 这一点 值得双方未来改进 总的来说 这场焦点战役 双方都有亮点表现 最终以2比2的比分收场 Liverpool保持了联赛 积分榜前列的位置 而Arsenal则错失了一次追赶机会 双方都还有进步空间 未来的较量值得期待 简报 巴黎圣热尔曼队最新动态 一巴黎圣热尔曼队 再次将曼联球星马库斯 拉什福德列为目标 尽管拉什福德本赛季开局不佳 但近期表现有所回升 二据报道 尽管曼联不愿意出售拉什福德 但巴黎圣热尔曼仍在考虑 在2025年转会期 挖角这名英格兰国角 三次前 巴黎圣热尔曼曾试图在本年下窗 收购拉什福德 但未能达成协议 不过 该俱乐部并未放弃对拉什福德的追求 四 如果曼联愿意出售拉什福德 恐怕需要收取7000万英镑以上的转会费 这将大大影响球队的阵容深度 五 巴黎圣热尔曼与奥林匹克马赛的比赛 将于10月27日 在橙色维拉多姆球场进行 双方近期表现均不错 值得期待这场罚甲顶级对决 总的来说 巴黎圣热尔曼队正在积极寻求引进曼联球星拉什福德 但转会谈判仍存在诸多障碍 同时 他们即将迎来一场与奥林匹克马赛的重要联赛交锋 2024年10月28日简报 热刺队近况 一 热刺队在英族总碑第四轮将主场迎战未免冠军曼城 热刺队正寻求结束16年来的冠军荒 这场比赛是他们夺冠的最佳机会 二 上周末 热刺队在客场1比0不敌水惊弓 遭日本赛季首败 热刺门将维卡里奥批评球队缺乏斗志 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争取胜利 三 热刺主帅波斯特科格鲁也承认球队未能应对比赛的激烈程度 未能保持冷静头脑 他希望球队能在周三的杯赛中表现得更好 四 伤病方面 热刺将继续缺少孙星敏 但乌多贝特有望付出 而曼城则可能会轮换大量年轻球员出战 吴总的来说 热刺这场杯赛的表现将是检验他们本赛季成绩的重要一战 他们需要展现出更强的斗志和战术执行力 才能在主场击败实力强大的曼城 曼联高层决定解雇主帅艾瑞克 滕哈赫 这位荷兰教练在任期间带领球队赢得了两座国内杯赛冠军 不过 曼联在本赛季的表现令人失望 球队在英超联赛中排名第14位 近期仅取得一场胜利 据报道 曼联正在与葡萄牙教练卢本阿莫林进行接触 希望能够聘请他担任新任主帅 阿莫林目前执教于普超竞旅体育 带领球队连续两个赛季夺得联赛冠军 球队本赛季更是在联赛中保持全胜 曼联临时由前球员鲁德 范尼斯特尔罗伊接任 但球队仍在积极寻找一位合适的长期主帅 除了阿莫林 英格兰国家队主帅加雷斯 索斯盖特 布伦特福德主帅托马斯 弗兰克以及巴萨主帅哈维也被列为候选人选 总的来说 曼联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球队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领导者 以期在未来重拾往日的荣耀 2024年10月28日简报 RB莱比锡队 RB莱比锡队近期表现亮眼 在德甲联赛中排名第二 即20分 仅次于拜仁慕尼黑 他们在德国背第二轮将迎战胜保利 这是两支德甲球队之间的较量 莱比锡近期在各项赛事中保持良好状态 在德甲联赛中取得四胜二负的战绩 攻击力和防守表现均出色 他们在德国背赛事中也有不俗的历史 曾在2021-22赛季和2022-23赛季夺得冠军 2018-19赛季和2020-21赛季也曾获得亚军 相比之下 克队圣保利目前在德甲联赛中排名倒数第三 紧击5分 正处于降级附加赛区 不过 他们在上一轮德国背中淘汰了四级联赛球队 哈勒斯克最终凭借加实赛的进球获胜 综合来看 莱比锡作为主场作战的德甲敬旅 凭借出色的整体实力和在德国背赛事中的丰富经验 有望在本场比赛中取得胜利 不过 圣保利在上一次对阵来比锡时也有不俗的表现 因此 这场比赛仍有悬念 2024年10月28日简报 Club Broogie球队 本次简报综合了多篇文章的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丹佛决金队球员约时 雷诺兹在离开丹佛一家脱衣舞俱乐部时 遭到枪击 受到轻伤 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二 西班牙女子足球俱乐部 Club Esposio Europa 在比赛中派出两名正在从女性转向男性的转换球员 引发了争议 俱乐部表示 反对仇恨犯罪和对跨性别者的暴力行为 三 一甲竞旅 AC米兰将在欧冠小组赛第三轮主场迎战比利时竞旅 Club Broogie AC米兰需要在本场比赛中取得胜利 以提高小组出现的希望 Club Broogie此前在欧冠小组赛中取得了一场胜利 有望在客场创造历史性的大逆转 综上所述 本次简报涵盖了体育界的多个热点话题 既有球员遭遇枪击事件 也有俱乐部在转型球员问题上引发的争议 还有即将上演的欧冠焦点大战 简报内容丰富 信息量大 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体育新闻概览 2024年10月28日简报 Eintracht Frankfurt队伍近况 伊利物浦有意引进法兰克福前锋 奥马尔 马尔穆什 希望他能成为新一代埃及王 2法兰克福1比1战平联盟柏林 马里奥 哥策先拔头筹 但联盟柏林最后时刻 进球被沃尔判定越位 而无法得分 三代人穆尼黑5比0大胜伯楚姆 穆西亚拉没开二度 并助攻哈里 凯恩进球 莱昂 萨内和金斯利 科曼也先后破门 四法兰克福前锋 奥马尔 马尔穆什与哈里 凯恩并列德甲射手榜榜首 双双有9个进球 总的来说 法兰克福近期表现稳定 球员状态良好 在德甲联赛中保持着不错的成绩 值得关注的是 利物浦对马尔穆什的关注 以及法兰克福与联盟柏林的比赛中 瓦尔叛法引发的争议 ディинг 感谢观看